饱受偏见的张艺兴,为啥能够拿下街舞队长大秀第一? 全能实力太惊艳,据说,在四位队长争夺毛巾的时候,张艺兴也是跳了一段crump,直接让所有的舞者都惊艳了,引爆全场,更有选手之言,张艺兴的实力完全可以去当教练了,不仅是crump,他对于其他的舞种也非常了解, 而且大家会发现,他跳舞的能力非常强,各种舞种都能立马学起来,大家会发现,在大秀中,张艺兴是唯一一个用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,然后自己编舞的队长,这样的实力,作为第一绰绰有余,张艺兴学习舞蹈很多年,他的老师是世界冠军Trix,就连这一次的编舞中,大家也是能够看到有Trix的名字,大家都知道, 在四个队长中,其实张艺兴是受到偏见最多的队长,有一个专门的超话社区嘲笑他,但是,即便是这样,从我是唱作人到这就是街舞他确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